继续来看的是一个医疗资讯的消息 很为了使乡亲有更快更精准的检查结果 圣母医院启用最新的高分辨率 磁症噪影机 影像的品质提高到40%到50% 成像的速度比传统快了8倍 不仅缩短一般检查时间 诊断也更加的精准 核性肿瘤等相关疾病将无所遁形 罗东圣母医院启用最新高分辨率 磁症噪影机 要让乡亲能有更快更精准的检查结果 院方表示高分辨率的磁症噪影机 为目前依然最新最优质的机型 采用16圈同步采集线圈处理技术 影像品质提高40%到50% 成像的速度比传统快了8倍 不仅缩短一半检查时间 更可进行全身的检查 经由高解析度的线圈检查以及影像处理 可呈现出不同血管以及流病变的位置 让诊断更加精确 针对不同病人有什么问题 他去针对那个问题去做检查 所以这个有一点叫做POMR 它是解决临床问题的一个利器 所以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有血管瘤 血管瘤在超音波上面 有时候会跟那个肝癌 小型肝癌无法区分 可是一做这个就一目了然 他肝癌要去开刀 血管瘤只要追踪就好 对病人来讲是不是有很大的 那个治疗上的差异 嘿这个是他最好的一个应用范围 第二是他的速度够快 速度像以前 做一个MRI检查大概要一个钟头 目前我们最快做那个腰椎 大概二十分钟就好 二十分钟还包含换衣服 对不对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是 是一个很进步的时代了 他的影像解析度很好 而且甚至会比电脑断层 更早发现病人有中风的症状 院方表示高分辨率持症照影机 不但安全没有辐射 而且不会有过敏现象 对宜兰乡亲是一大福音 肝癌 肝癌很多时候 以前都会去做电脑断层 去做很多相位的切 可是你很多相位的切 第一他有辐射剂量 第二是他很多相位切的时候 要切很多组 辐射剂量更高 现在做了这个以后 是没有辐射剂量 第二是他打血影剂 最重要一点是 他血影剂几乎不会过敏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他几乎不会 可是电脑断层有5%的过敏 所以尤其是特别那些年轻的女孩子 我们不希望他接受辐射剂量的话 最好医生能够开这个 来去做检查 圣母医院期望引进最新的 持症照影机 为民众健康把关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一来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除了我而言 我就1.5%的社会 好 因为 我监洞 你 我监洞